好 接著我們來請文賢來告訴大家 其實剛剛鄭親文談那個 那是很專業的 因為這個裡面每一個都有很專業的技術在裡頭 所以一般的散戶其實很難搞懂 那這個對一般散戶你的選股 其實你可以告訴大家 在九千點之後 我們怎麼樣一般散戶可以做得到的 一個選股規範跟未來的這個選股計畫 是 好 其實我覺得在這個地方 指數慢慢在高點以後 在操作股票上 慢慢要有一個基本技術分析的概念 為什麼講 剛講比如說有一些股票 它漲很多 漲很多它很強勢 市場上像最近的物聯網就很熱 不是說不能買 但是你會發現這種股票炒了以後 如果本業的貨利沒有跟上 所以你要操作這種股票 一定要謹守技術分析的停損原則 如果說整個做一個頭部 然後跌破上升趨勢 要記得停損 如果你不停損 現在熱潮炒了以後 等獲利公布還是很差 它可能就回檔了糊塗就很深 那這個是你要操作這種股票 必須要謹記在心的 它是風險大 但是利潤可能也大的一個股票 你必須要用技術分析 再做停損的概念 這個我是給大家做一些建議 那另外很多股票事實上像 現在看起來就是 值得你買進 但是它都不會動 這個時候我覺得 你要耐心去等待 比如說剛剛那個 曾經文先生講的 像瑞翼這種 其實它是不貴的 可是它不會動 可是哪一天如果外資 就是推薦報告大幅買進 可能一下子空間就拉出來了 那我上次有跟各位介紹那個維生 當初大家可能也看不清楚 它什麼東西 可是最近 就是後來就是因為 它營收都有成長 獲利都有出來 然後大家對未來的展望 獲利越估越高 所以股價就達到300多塊 那到底300多塊是結束了沒有 其實未來的獲利就影響很大了 所以它未來的獲利 一季如果比一季好的時候 其實股價它就是還有一個 一個往上的空間 好 那我再回過到說 我認為這種汽車電子化這個領域 是大家還是可以注意的 因為這個汽車電子化是一個趨勢 那美國最近它會公布它的 那賀皮書呢 家庭支出裡面最大的支出 就是在汽車的一個相關的 費用的支出 表示這個經濟慢慢好轉以後 大家開始在改善它的一個 一個生活品質 所以換車或者是去做維修 就比較...比較積極 好 那我提到那個 2355的這個進棚 其實它去今年大概賺將近5塊 現在56塊 其實本利比11倍 可是明年它有新產能 中國 台灣都有新產能 然後泰國也準備擴廠 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它有新產能出來 它現在等於是被單子追著跑 那買這種股票在那邊等待 等明年獲利成長的時候 本利比就跟著拉上去 我是覺得就有很好的報酬會出現 所以這個時候我會覺得你可以去找一些 你看得懂的股票 本利比不高的 然後明年有成長機會的這些股票 你做等待 等大家看好的時候來幫你抬轎 你就會有一個很好的報酬 至於你看到強勢股想去追的 記得一定要在技術分析上 做一些停損的動作 好 我想文賢講的一些規格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回來我們也請鄭新聞繼續 你剛剛對Computex裡面的一些概念股 給我們有一些提示 那最近其實我要特別請教 就是巴克萊那個勵望750 你是專家 你怎麼評價 然後你順便講一講 英特爾跟大陸的對新維 合作要攻進平板市場 所以這個就對兩岸來講 其實我們看到英特爾在大陸佈局也滿深的 對台灣的半導力產業 未來影響大不大 好 我想先從利望開始 利望巴克萊定了一個目標價叫750塊 但是利望我們看他一年12個月 他只有4個月有營收 就是台積電把錢收好之後給他 那利望這個東西就是說 其實他有跟這個星耀一樣 有無限的想像空間 所以他就是要把它當星耀來比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利望是叫做什麼 記憶體遷入專利 所以他的毛利是多少 毛利是99% 因為他公司就是200人 他就在研發這種記憶體遷入的技術 那以往他都要去跟每一個生產的廠商要錢 那去年台積電就說 那我來幫你收錢好了 所以你如果要把記憶體遷入到這個IC裡面 台積電就會幫他收錢收給利望 然後今年張宗某董事長講了一個什麼 The next big thing 就是講物聯網 物聯網呢就是物物聯網 其實用白話文來講 簡單的說啦 就是所有的東西都有半導體 對 從你的手環眼鏡衣服都有半導體 那都要把記憶卡簽入的製程的專利費 所以呢 大家就把 假設物聯網現在 蔡明介 聯邦科蔡明介董事長說 物聯網當然會有100億個 那100億個每一個都要記憶卡 那如果說像台積電 他現在全世界的半導體 他市占率超過五成 也就是說 50億個會在台積電生產 那這50億個呢 的記憶體的專利 來回推給立望 所以立望就變成一檔新藥股 就是說這是有道理的 不是沒有道理 其實在主力炒作裡面 當然也要很小心 就像現在很多新藥股 這個你看呢 現在我們如果把那個市值 稍微做一個比較的話 有很多啊 新藥股市值超過400億以上 那為什麼400億呢 這個400億其實這個門檻 我最近還發現啊 台灣高鐵啊 規模那麼大 它的市值差不多400億 所以換句話說 新藥公司啊 可能只有幾個人上班 對… 它的市值發揮比台灣高鐵 所以很多人講說台灣高鐵 大股都賺翻了 我說賠死了 所以說它幾個人 就可以創造這麼高的 這個Market Value 那結果這個時候你可以 這個新藥股炒那麼高 這裡面背後有多少炒作的因素 也是要非常注意的 要問你有沒有回答 這個大陸現在英特爾在大陸的布局 好 英特爾這次呢 非常大張旗鼓的 跟大陸的Rocket Chip 也就叫瑞欣維 正式的合作 那瑞欣維呢 它在大陸的平板市場 佔有35% 也就是說 英特爾它把它的3G跟LTE的這個晶片呢 交給了瑞欣維 兩個要把它合成一顆 讓它的平板呢 可以做行動通話的功能 那大家就在想說 這個會不會對聯發科有影響 因為聯發科 今年平板要成長一倍到4000萬顆嘛 但是就我個人的觀察 英特爾事實上它是一個PC的高手 但是它不是行動通訊的高手 我們來看一下 英特爾去年的財報 行動通訊部門虧了31億美金 虧了將近1000億台幣 今年的第一季呢 不是有華碩的英特爾手機上市嗎 那為什麼華碩英特爾手機 定價要跟紅米機一樣 就是因為呢 實際上在Android跑的過程當中呢 谷歌的Android作業系統 英特爾跑起來 耗電量是1.3倍 所以事實上英特爾不是一個很好的 行動通訊專用的東西 那英特爾第一季呢 又虧了9億美金 所以它這個合作呢 應該這樣講 就是兩隻小雞不會變成一隻老鷹 為什麼 我們看伯通就好了 伯通呢 他併下了筆姓 然後呢又併下了日本的RENOSIS 結果呢 搞了三年之後 現在怎麼樣 沒有怎麼樣 4G LTE宣布放棄 他要把整個部門賣掉 因為虧了太多錢 那我們來看一看 目前這個市面上 有誰可以買下伯通呢 其實很簡單 博通病下來 那這又是誰的生意 同樣的 這又是一個台積電的生意 又是台灣的生意 所以我們真的非常佩服 我們80幾歲的張忠謀董事長 可以幫台灣賺這麼多錢 今年大概可以賺個兩千多億 兩千多億 好 我想這個 張董事長其實到現在為止 他第一線工作昂然 台灣的表率 台灣赤光 好 回來請文賢來告訴大家 其實我最近看到一個現象 就是說全世界 你看香港股市卷什麼漲最多呢 長江十月 恆榮 恆跡 他就傳統股料 美國其實你看到 原來那些Netflix 特斯 那種最近的回檔滿大的 Ameron 但是美國最近跑出來什麼呢 微軟 IB IB稍微好一點 比較沒有那麼強 Oracle 然後Intel其實表現不錯 Apple當然 它是相對的經典之作 Apple又上了600多了 那這個他們有個特質就是說 美國把那個上千倍 幾百倍本益比的股票換掉 去換那個本益比十幾倍的 所以可能十幾倍也是 大家在相對股票年紀 漲了很多年之後 有點高檔戒慎恐懼 也就是說大家去找一些 比較實在的 也就是說我萬一套牢 還可以股息可以領嘛 所以台灣其實慢慢 我們這個潮流其實 台灣慢慢也會反映 就是說 有一些息力高的公司 它慢慢 因為你房地產支利率 1%都不到 我寧可買股票買3%以上的 所以這個抉擇 會對很多有錢人來講 它在選股過程當中 產生一個新的發展的方向 那這樣一個趨勢的演變之下 你覺得台股將來 有什麼新的發展的方向 還有一個就是說 大家現在都很怕 系統性回答的風險 那這個基地有沒有發生的可能 好 我先回答這個 剛剛市長所講的那個 系統性的風險 好 那我先看一下 其實美國如果不出問題 我們單獨出問題的可能性不高 那我在觀察美國的時候 我一直在勘察這個 這個芝加哥的VX指數 好 各位看一下這個是烏克蘭 曾經到20馬上下來 烏克蘭這個事情 它沒有站上20繼續往上穿 表示告訴我們說 這個事件不會擴大 也不會造成系統風險 果然股市 這個就回來以後再低檔 股市就創新高了 好 那這個是比較短期的看法 我們再看長一點 過去VIX它產生這種大幅波動 這個是金融海效 好 這個很恐怖 80幾 這兩次站上20以上高檔 剛剛20以上高檔 都是歐債危機 歐債危機 對 之後就完全沒有了 這告訴你什麼 完全沒有系統風險產生 那當然泡沫一直在形成 可是我看這個資金這麼多 它產生的這個泡沫呢 目前有的就是美國的公債 第二個就是房地產 其他的其實都沒有泡沫 像黃金那個泡沫破了 其他都很平靜 那股市現在目前半年一個 一個慢慢吸引資金進來的一個角色 因為它獲利都一直在成長 本利比相對都不高 那很多人對這些 比較投機獲利 獲利不是太好 本利比太高 可怕都是戒慎恐懼 開始回過頭去找一些 有殖利率的 然後可以長期放的 因為這樣的一個泡沫的資金 開始慢慢 只有股市的獲利成長 才能夠抵抗利率的上升 今年10月當費的把這個 不再放資金的時候 在2016年開始會調高它的利率之後 利率調高 受影響最大的 跟利率影響比較敏感的 像公債 像這個房地產影響最大 股市基本上如果獲利有成長 可以吸納這個成本的墊高 所以變成股市是在未來 如果步入一個正常複數的軌道裡面 是可以持續讓大家把資金 回留在這個地方的一個 很重要的選擇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我們剛剛也聽到 事實上很多在電子業的產業 從上有到下有都相當的不錯 所以這樣的一個復甦 它可能長度會拉得很長 所以也許今年明年 我們看所謂的這個 世界的GDP的預估 明年都比去年好 特別是美國 明年都估到3.2 都還是比今年成長 所以這個角度來看 中間也許會有一些回檔 但是整個長期多頭 慢慢這樣漲的多頭格局 還會延續下去 好 我想這個 最後時間 我們請鄭新聞來告訴大家 你剛剛特別講 上中下游電子業都好 在一般的投資人來講 大家都沒有像你這麼內行 所以在操作電子股當中 你可以提醒我們投資人 在選電子股的時候 有哪一些要注意的事項 我想現在上中下游都很好 然後也有高高在向的股票 比如說像立望跟翔碩 但是呢 我們在投資的過程當中 如果你常常看謝社長的節目 有一句台語話 講股市講得非常好 就是說 一片一片大器的當中 所有的銷頭都會翻過一片 對 也就是說如果 輪漲總會輪到 輪漲都會輪到 所以你現在要去買一些低基期的 有殖利率保護的 你給它買了放著 總會漲到你的 是 好 我想這個計畫 嚴減易改 那麼這個大家可以回頭 好好想一想 到目前為止 其實全世界的股票市場 慢慢已經有點萬流歸中了 就是說 比如說當你去做匯兌的操作 像人民幣也會貶值 那麼在這個回合當中 避險的黃金也會下跌 那這幾年 好了十幾年的房地產 其實到高點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在最近一段時間 全世界很多的投資人 慢慢的把他的資金 集中到股票市場 所以股市的榮景 大家在看回不回的情況之下 這裡面是有一點道理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保守資金你去尋找 殖利率相對高的 成長性相對強的 那這樣的一些個股 我相信應該會有 脫穎而出的機會 今天非常謝謝鄭卿文 謝謝何文顯 等一下回來我們再傾聽黃企 告訴我們 下個禮拜的投資策略 謝謝